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场高等教育的时候 大概最近你从那个比较声量比较大 或者是在最近常常用的东西 做很多的keyword 我们在查你们在做那个 甚至他们在做那个大数据 很多用keyword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最后都要一个要告诉他们是keyword 会不会查资料 我很多的学生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查不到资料 我就说你一定keyword用错了 那查不到 就等等这样 所以我现在先开始这样做 我们在高等教育当中 最近在声令比较大的 大家比较常常谈的 有哪些keyword 你觉得有哪些呢 创新 创新还有什么 干嘛你们又不是考试 又不是考联考 你什么还什么 共学 你马上会进入状况 还有什么 智慧 智慧 连英文也搞智慧 好 还有什么 设计 设计 还有什么 跨界 跨界 还有什么 跨领域 什么 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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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什么跨域 跨领域是吧 还有什么 跨界跨领域 还有什么 合作 合作 还有什么 斜杠 什么 斜杠 斜杠 我也是说北上 你看我老年纪大 听会这样 斜杠还是什么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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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盈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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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耳朵这样听的时候常常 人家以为我讲小话其实不是 我真的年纪大以后听了 音音都变成两个字 虚拟还是什么 你们很好玩 虚拟还是什么 你们要去那边干嘛 我们现在不讲接地气吗 在地化什么之后还什么 玩 玩 去玩对 对对对对对 你们叫fine workshop 那我在讲这些key word 你把它综合起来 其实也是在讲高等教育当中 这么多的新的名词的出现 也教学方法的出现 包括你们刚刚没有提到 像服务学习 像那个什么叫做 作为创新 解决社会的问题 社会创业等等 我们还有很多 除了跨离 还有是说 刚刚讲初走 其实初走就是离开你 教育的范畴 不只现在校园 不只在教室里面 你要到现场 有一种叫做现场 什么体验等等 还有叫学 中东西叫做学习走中心 这一个工作方 其实就是把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做一个设计一个很好的一个为课程 来达到把这些综合在里面 所以最后就是这样的情形 比如说它第一个是学习走中心 同学们要参与 同学们要亲自去体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一定现在讲说 你一定不仅是国际化 你还要在地化 在地化就是你不是只有在高雄 高雄要走出去 那当然高雄已经可以上去国家了 现在 看起来越来越像 那结果你走出去 走到北的地方去 那你不是只有在这个水泥地当中 你还有海洋 还有很多地方 可是在你们这边海洋 是一个游乐的地方 不是在生活的地方 像那个熬谷的是哪一位 泥跟水 熬谷那个地方就不是了 它不是像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等等这样 还有那个在花莲 也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场合 所以即使是山海的 还是不一样的 把综合起来 变成这样一个课程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的学生 我不敢替学生讲话 但是我知道说 他们很希望能够动手做 能够参与 能够实际上去从做中学 从去观察中学 从这个讨论中 从合作中讨论中学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这个课程 我是给予很多的 怎么讲 按赞的话 按很多赞 我平常不按赞 但是我今天用嘴巴按赞 等等这样 所以我很高兴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因为在 我稍微讲一下 我在政大 在从2004年 开始为政大的医院毕业 有200多人 每一年有200多人 我为他们做四天三夜的密集的 领导团队的课程 也就是作为一个NEMBA的人 他一定是领导 他一定是团队 他领导团队 他组成团队 那我整个概念就是 从这个地方刚才讲那个 他们是从上了这个 到了火车站 开始就是活动 一个仪式 然后在上火车的时候 他们要是互相介绍 安排就是说两个 有问题给他们两个 两个就变成四个 那四个都越来越多 然后到了那边 他们要这一班的人 要告诉我你们的履历是什么 我们个人都有履历 对不对 那团体有没有履历 比如说中山大学的同学 大部分的是哪里 同学 南部比较多嘛 像那个台大有一半以上 是来到我住的附近 就是大安区嘛 那他就 你就知道马上这样了 那现在呢 各系所的性别比例 现在越来越近 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我到韩国去 这个差异的是 他们外围系 因为男生多于女生 在台湾都是女生多于男生 对不对 他是每一个地方都有 他那个团体的那个履历表 里面要提的东西 还有性格 还有嗜好都有不一样 我大概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去做团体的驴 然后大家非常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们这一班是长得怎么样 之后呢 开始有个生命故事 那就是15个女主委 每一个主委有一个老师 他们都讲他们的生命故事 讲他们生命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写说 胡老师一定有问题 因为他为什么要 老师要叫我们哭 其实我们也要他们哭 讲生命故事 台湾的人讲生命故事 都讲悲哀的 悲情 我是悲情 悲情国家 就讲悲哀的事情 所以你讲悲哀就会哭嘛 大概一系列这样的活动 还有很多领导等等的活动 大概这个意思 也就是跟这个很类似的 你离开自己舒适的圈 那就走到外面去 那走外面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团队 然后大家以你为中心 所以上课的老师 其实他讲话不多 都不多 都是一个活动 设计好了以后 他们这点会动 动了完以后 讲到另外活动 只要当天转 转接的时候 能够抓得到就可以了 那他们大概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认为说他们的记忆最深刻 就是这门课 那因为很快的 就团队就组成 所以很多人就合作 合作这个 成立一个公司等等 他们之间有没有恋爱 或者移情别恋我不知道 因为这事情我不关心 因为这是他们大人 自己会解决 你知道意思吗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最好能够像 贝佐斯的太太可能 拿到这么多的钱 不然的话 我就不管 好 我想 就是我直接说明说 这个课是把所有 现在高等教育 大家在流行的一些 新的做法 新的教学方法 怎么样设计 这么一个微课程 来把它整合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 在实际上在运作的人 谢谢 我住在十二楼 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其实一开窗发现 哇 外面的雾霾整片 所以其实那个心情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沮丧的 那为什么会希望 带大家去熬谷 去出走 离开这个学校的地方 到底是去避空屋这件事情 而是人见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一个 对自然的憧憬 跟对自然的感受 跟感动 那我这边有一个 我自己很震撼的生命故事 跟大家分享 所以请大家先静下心来 三十秒的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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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我們所俗稱的小鳥 你剛才聽到的裡面有高敲痕、尖嘴鴨、皮嘴鴨、環嘴鴨、大關鳩、黑麵皮鹿 總共我可以唸出來將近100種的鳥 但是我今天昨晚還沒睡好還沒有辦法背出來 把預計要在30秒再背書這樣一床上背出來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熬虎給大家的震撼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通常都會講說它在哪裡啊 在哪裡這件事情我們不用那個地理上面的位置 我們用小鳥的那個位置 它基本上在飛飛飛的時候就看到台灣 台灣飛飛飛就看到這個地方就下來了 所以它在生物地理上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它在歷史上面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怎麼樣子特殊的地方 它其實是我覺得我們人可以去檢視 我們人跟環境從頭到尾開始的這個過程 怎麼說它的故事從最開始 它就是一個人定聖天的代表 就是那個年代覺得人好萬能了 我什麼東西就把它往下填就是了 所以你在看那個海岸線一定會覺得 我們不可能有一個自然海岸線 跑出來一個馬蹄形的狀態 它就是人定聖天造出來的 所以它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也沒多久 民國五十三年比我老一點點而已這樣 它就找了一堆人去想快點填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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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填出來就變這樣 所以它是填了1700多公頃的地 變成了一塊這樣子的所謂的農耕地 但是在民國七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的時候 台灣西南海岸因為非常多的產業 但是我們今天要談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不能怪罪在產業 但是當時在做了非常多的養殖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養殖的時候 其實有讓台灣的西南海岸 整個有呈現下限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被自然要回去了 所以我們原本覺得我們好厲害 我們填出來的地現在被自然要回去了 它變成了各式形態的草澤 變成了各式形態的濕地 變成了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的人其實非常的有趣 我們在九齡年代 我們又覺得我們好萬能 我們開始大面積的造靈 所以你到基地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大片的森林之外 你會看到大片的不太像 長在西南海岸的靈就會出現在那邊 所以那裡是一個非常非常的 充滿了土地跟人的故事 那它周邊的產業其實也非常的有趣 這地方是一個非常活的地方 除了你們看到說 我們今天這裡跟環境 可能有人覺得說好像是不飽 所以要引進非常多的遊樂園 非常多的大量的觀光 但是其實這裡的產業是非常的活絡的 包含周邊的農業 包含這個外面大面積的 這是科那個雅科的 大面積的科架 那包含 我們想要猜得出來這是什麼 好厲害喔 好 這是曼苗 這個在價格好的時候以為非常的貴 那他們會在河口 會在六角大牌跟北港西口會曼苗 那它會這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會有非常多的養殖的餘溫 所以這裡的產業是非常活絡的 但是它的產業的活絡不是我們一般認知 所以會覺得我一定要有很大的觀光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遊覽社衝進去 它才叫做產業 那所以我們想要帶大家去熬護 因為這裡是一個充滿了生命跟故事的地方 那這個生命跟故事包含野生動物的生命 包含野生動物跟人的生命 包含人跟土地的生命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包含各種鳥的故事 如果今天有六百分鐘 我覺得沒跟你們講梅子鳥的故事這樣 那這裡非常特殊 它是一個島中有水、水中有島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剛剛說它是被填出來的 它被填了一個島 填完之後下陷了 裡面好多水 所以它島裡面有水 可是這是我們到時候去造訪的一個非常有趣 被圍在中間三百戶人家的三百個人的聚落 那所以我們要去一個 島中有水、水中有島的有趣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人跟感動 人怎麼去感動的地方 你看到的這一排的大哥、大姐 就是到時候會跟我們一起相處的大哥、大姐 那它都是當地人 那它會告訴你說它20年前是去亡鳥、殺鳥的 還會告訴你說哪一隻鳥的血最好 都會冬天最堵深這樣子 但是現在它們是當地的守護者 那每一隻大砲都是它們自己掏藥幫來的 那你會看到這些大哥、大姐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可以在國際的黑面皮膚的網站上 登錄這個所謂的鳥的那個細放環 就是知道說哪一隻飛來台灣了 去登記在國際的網路上面 所以這裡是一個充滿人跟充滿感動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帶大家走進老虎去做什麼? 去重新感受這個地方人跟產業的關係 那我們在那裡比較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用鳥聲嚇到大家 因為那個是我大三的時候第一次見到失地 第一次被嚇死的感覺 所以你會在裡面讓大家 尤其是城市長大的小孩 試試看什麼叫做被鳥嚇死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加Rub的工作號 謝謝 各位老師還有那個先進還有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那個風雨公司的老闆 就是負責人 然後我是相關做養殖漁產這一類的 然後已經創業五年了 然後這是我的簡歷的 因為我早期也是相關於做 私地富裕的方面的事情 然後後來投入自己的興趣去做養殖 那養殖的部分我認為 很多都是相關於生態跟就是永續的部分 因為像剛剛提到那個鳥 其實我們在養殖業的地方是不喜歡鳥 對 因為覺得鳥就是要來吃魚嘛 講白就是這樣 所以像失地這部分要跟養殖業要共生共存 其實是很困難的啦 所以我們一直在探討說如何可以把這件事情 做得盡善盡美 但到目前為止這五年間我們還在學習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很困難嘛 那大家 學生跟他提到 如何讓他開始不吃鳥這件事情 已經就是 就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變還可以賞鳥 對對對 這個真的很特別 那 我現在也在那個台大進修 就是他們的那個EMBA 可是我覺得 學無止盡啦 就如果大家有什麼可以教學相長的部分 都可以互相的探討 那我是創業之後 我們就是透過自己的一些理念 然後去進行養殖 那我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 熬苦失地這個地方是很 就是也值得探討 然後很感謝老師們可以讓我來 來提這一門課 因為我覺得 失地的部分跟養殖就是很息息相關 因為未來的話台灣沒有那麼多土地 就大部分的土地都還是得跟 跟旁邊的私地相處 不會說你馬上你就要挖一塊地 然後你就開始養啊 那我們也有做一些室內的養殖 那室內養殖部分是為了讓我們可以 去跟土地連結的時候 或者是私地連結的時候 會更加的 不會這麼大的破壞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一些空間 那些空間就會在現場的這種室內空間去解決 那也包含說 我一直覺得有一句話很重要 在國外也很多人覺得很重要 就是農不可以無種 就是你的種源還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也是擅長的部分 那我們也做了很多相關魚產的加工品跟產品 那我們都還是希望可以不要用一些像投影用藥 或者是使用一些不應該在現場 就是營養到微生物啊環境啊這方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動手做 所以幾乎公司已經將近要一條龍 從頭到尾都自己做 那我們也有做很多的種苗 種苗部分是剛剛提到的 就我覺得如果你去熬古斯底 你會發現其實各個地方的養殖業者都一樣 他要從外地引來很多外來種 然後他就是為了要生產要賺錢 可是如果你可以像我們公司的原則這樣 從原生的種類 或者是可以使用的種類去篩選的話 我認為這件事情就會比較好執行 那我們也有做一些像觀賞的種類 那我會提這個配局的原因是因為就是 我覺得現場濕地跟養殖的部分息息相關 就在於在規劃 如果你什麼都沒規劃 然後你就下去養 其實也是很容易養 但是這件事情只要你這樣做了 到時候要後悔是來不及的 那我們有做幾乎是 就剛剛提到我們一條龍 所以幾乎已經到整場的輸出了 那我們有在微生物的部分做很多琢磨 因為養殖部分如果不靠益生菌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抗生素是免不了 因為它一定會生病嘛 人一樣是要吃藥 但是我如果不要一直讓它吃藥的話 那我們就要有替代方案 那我們這都是由魚的腸胃道去進行篩選 然後生產 那我們也有做一些植物相關的 跟台灣目前是在講地方創生 就是可能有一些說法 像什麼地方創生 創生元年等等等等 點點點 所以我們的員工普遍都是比較年輕 應該說是夥伴 大家都是年輕人 所以各個想法做法 他們想要做的我們就執行 然後看看是不是可以創造一些機會 那我們一直把一些像魚鱗 這個是金木乳 我們幾乎是養殖這一類的魚種 它的魚鱗很大片 然後我們就覺得 現在很多人都拿來做膠原蛋白 那超級多的膠原蛋白 那我們就覺得說 那我們自己拿來做一些藝術品 是不是可以 後來也有這樣魚鱗的藝術文創品出來 我認為就是在導入一些什麼 濕地共生 或者是跟人家共存共榮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一些DIY 或者是讓大家可以動手體驗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 那個魚鱗很快就會再見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踏入濕地的所有人去探討說 怎麼樣去用自己的觀點 看這個濕地 然後可以帶入給他什麼 你的規劃覺得是什麼 去探討這個問題 因為未來說不定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投入這個產業 那我們的漁溫大概都會像長這樣子 很密集式的養殖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漁溫 土地很大很大很大 那如果旁邊你現在看得到濕地 然後也看得到鳥 雖然我們就是剛剛說的 鳥是怕我們 因為看到我們就 有人要來趕他們了 所以 跟剛剛講到的 凹谷的環境是完全截然不同 但我們也有在市地附近的漁溫 那我們也在學習著凹谷的精神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凹谷走走看看 謝謝 各位老師還有同學們 大家早安 我是中文系的杜嘉倫 那我今天來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規劃這個金瓜石的這個地景閱讀書寫的一個緣起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由那個七地田野傳習所的李博顯設計師 來跟大家介紹比較詳細的介紹一下金瓜石的一些地景特色 對 為什麼當初一聽說有這個學校有這個出走西灣的計畫 我是非常開心的加入的 是因為我長年在 不是長年 就是這幾年因為生根計畫的關係 所以在我自己的課程裡面 教學上面其實有遇到一些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那我覺得剛好這是一個機會 也許他可以幫助我的教學 那我也可以把這個活動反饋到學生的身上 所以我是大力的鼓吹學生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我有幾個 我想我們雖然是要去礦山 但是可能要先從我這幾年 在做旗鼓演在地故事的這個部分來說 好 請你再幫我按下一頁 還是我來自己按呢 好 謝謝 我在因為我們在中文系這幾年執行大一國文計畫 大概有五年的時間都在做在地的一個 回饋關懷的事情 那我在106年第二學期的國文課做了一個活動 就是在地老行業的測協 那我是帶了班上的同學 然後藉由在地的一個導覽的小姐 然後帶我們就是走訪哈馬星 那我請他們給他 導覽完之後給同學們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自由去走踏哈馬星 但我規定他們一定要跟在地的一個 至少一個居民進行交流訪談 然後回來把他們所觀察的做一個書寫 那我這裡就是放了大概有兩個同學 他們的一個書寫 那我發現同學們其實都很會觀察 他們都會講就是有非常詳細的一個書寫 譬如說這個是崇浩 崇浩他就講到說他們跟在地的一些老人在那些聊天 然後發現這個聊天的過程裡面聊到了這個地方 哈馬星其實有一些沒落 然後沒落的可能是漁業沒落或什麼 他們其實都有觀察到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往年的那種繁榮的景象 然後像陳彤也是 他有一段話講得很好 說人們生活在這塊土地的記憶刻畫了歷史 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行業崛起又沒落 然後他是以觀察一個理髮廳的一個在地產業 那我發現其實我們中山的學生 他們才大意有 但是待他們出去之後 他們其實都有非常多的細膩的觀察跟反思 那所以從這個作業的一個設計裡面 我覺得我也從學生的分享裡面 看見了西灣的新舊交替 感受到在地人期的驚喜的一個悲喜 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我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是畫一幅走踏地圖來看西灣 那這個是也是大概是107、106之一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們班上同學分了8組 那每個組別畫出來的在地地圖都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組他們是畫電影裡面出現的高雄 所以他們是走進螢幕中的高雄 然後有一組畫的是學校附近的古蹟之旅 然後有的這一組很有創意 他們是去找學校附近哪些點有鬼故事 但是他們想要平反那個鬼故事 然後他講的是鬼蹟 譬如說那個淑女牧他們就會探討裡面 其實是反映女性勞工的一個當時候生活的困境 那其實他雖然是一個鬼故事 但是實際上有一個背後的一個人文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中山的學生真的都非常的有創意 那也有人做的是這種青年文青的青旅行 然後做的是哈馬興的新世界 然後用四個不同的面向來看哈馬興 那這是我們那一年地圖裡面的第一名 這個第一名為什麼會是第一名呢? 就是他不僅僅是畫出了在地的幾個點 他用了一個非常好的故事去串聯 他用這一隻狗狗 他想像說這個狗狗呢 他跟著這個地圖到處去走尋 要尋找他過世的妻子的生命回憶 那這樣的一個生命故事呢 就感動了很多人 所以從這個走踏地圖的構思跟設計 我發現西灣的風景有了一個流動的溫度 但是我就繼續就想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地景這麼的美 然後敘事裡面很多很棒的生命故事 但是地景跟敘事之間 到底要怎麼去進行一個有機的互動 可以交織出一種更深刻的在地的脈絡 這個部分是我做一個中文系 有時候比較難去達成的 那我覺得同學們都有很好的觀察力跟訪談力 可是我們要如何進一步把我們的觀察跟 挖掘到的生命故事做一個有機的組合呢? 那剛好就之前邀請了那個大伯 來我們一個課堂上 教我們怎麼去進行地方脈絡的一個編輯跟編排 那他帶給我們一個這個九宮格的 這個思考方向 原來我那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們要從事一個地方 更深入的了解 我不是只有人而已 也不是只有景而已 我們其實是可以從更多的線索進去去探索 房子、店、產業 然後可能有一些歷史發生過的事件 可是同學們其實往往比較容易著重的點是吃這件事 所以很多地圖畫出來都是美食地圖 但也不是說美食不好 而是說我們要怎麼去更深化美食特點這件事情 那這個請大伯來做的那個工作方 我就有了很更深的一點的感觸 我們好像可以找一個場域試試看 做一個更深化的 把這個地方的脈絡更清楚更深化的一個工作方 好 所以除了說怎麼把地景跟敘事做交織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停的帶學生出去做走踏、做放談 可是我們除了拉出了地景、挖出了一個故事 我們能不能回饋給在地 這是一個很難 我們之前那個地圖的繪製 其實後來有把幾張地圖 就是大量印製放在捷運站 希望可以幫助就是他們更了解哈馬辛 但是有沒有什麼樣更有效的方法 可以讓這些作業、這些活動 是可以回饋在地的 剛好就是跟大伯認識了很久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七地田野傳息所 在金瓜石曾經做過很多很多的一個活動 這個是他們去年帶了台大地理系的學生 其實不是只有他是地理系開的課 但是參與的同學是跨 很多細的 他等一下可能會再更詳細的介紹 那我就看到他們就是在做這件事 就是不僅是地景還包含了敘事 然後設計出來的一個提案 那個提案是可以回饋給在地 讓在地的居民可以參考 也許是可以作為他們進一步去發展 他們的在地文化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點 這是他們當初有幾個討論的活動 等一下大伯會進行更詳細的一個說明 好 所以我就是從這樣的一個反思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來爬出高雄這個景底 我們可以離開西灣去更北更北的金瓜石 去找找看怎麼把地景跟敘事 做一個有機的一個編排 然後最後帶著這個種子我們回到南方 可能可以把那個希望再耕種得更好 獲得一個很好的果實 好 所以這是我的報告 那下面我就請大伯來做 對金瓜石更深入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好 那個謝謝佳倫剛剛那個介紹 還有今天很開心可以來這邊 那我想先回應一下就是說 佳倫有提到 那個我覺得 奇地鐵傳奇所在做的事情 就是處理大家的遺地訓練 所以這幾年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在在地發生 可是大家知道那個學生上課久了 在同一個地方會很煩 所以換一個地方 可是做一樣的事情 再回來就會發現那個動力又開始有 有學生在點頭 然後大家會好奇說 其實我們現在齁 我自己有一個設計公司 然後因為這幾年 因為在學校裡面監客發現了一些學習 可以處理跟改變的狀況 所以我決定成立一個跨校的學習平台 所以其實那個剛陸老師提到 我們共學群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很像七弟在做的事 那我們現在傳奇所 全台灣大概有七個 全台灣有五個地方 可以把大家丟去那邊產生田野的學習 其他還有兩個在日本 然後現在其實還在談 那當然收回來會跟這幾年我自己的工作有關 就是工作大概都跟文化資產有關 跟李山有關 所以大概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以後開團可以跟他們講 那我們其實在學生在田野裡面學習的內容 大概會有一個主題性的東西 那也會回應到那個陸老師提到了 那個典範怎麼轉移 就是在別的田野學道的東西 我們怎麼轉到高雄來 讓高雄可以更好 那所以這個學習平台的起頭是 當然會跟自己的那個工作經驗累積有關 比如說我之前其實在公部門工作過 那處理的就是社造的業務 那不然今年的換名稱叫地方創生嘛 就不要創傷就好創生 然後還有自己因為開設計公司接設計案 然後也陸陸續在大學兼課 那我想說在台灣認識這麼多 在地田野的朋友 那我就問他說 如果今天我帶了二三十個大學生來 那你們要開工作項目給我 所以你們需要有一群年輕人來 需要被幫助的工作是什麼 那這些工作開出來之後 我就把它列一列 然後開始對學生找說我需要這些工作 那對應到你們學校裡面 學習的那個內容連結是什麼 我倒是覺得那個是需要 學生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因為自己的工作經驗這樣子 我就會想成立這個學習平台 那因為跟佳倫老師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我們其實常常去日本玩 然後東方就帶了小朋友 小朋友最近出生大概不到四個月吧 十個月大 所以我決定就是辦一個學習平台 陪他長大 所以他現在 我的願望是這樣 所以七地田的傳奇所 是一個怎麼樣的學校呢 我覺得它是一間在地知識傳承與練習的研究所 所以意思就是我現在博士還沒畢業 還考不到教職 所以我就先成立研究所 把自己當所長這樣 所以在這個傳奇所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學習內容是 我希望在田椅裡面看 同學們在田椅裡面看到的那個在地知識 要跟學校裡面的那個系統性知識去做對話 那這件事情大家會回到 其實我一開始傳奇所的起頭 因為本身是跟陸老師一樣 是景觀建築背景出身的 因為我就發現說 為什麼在學校呢 那個基地分析都談的非常 那個篇幅非常的短 可是偏偏對學生來講 其實那個基地分析、基地調查 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就把基地分析 開成營隊、開成工作坊 把大家丟到那邊三天 然後開始做調查 所以這個事情也會回應到 那個剛剛佳倫老師提到了 會希望修這個課的同學 其實如果之前有一些在高雄的經驗 那個是更好 那個會更符合一地訓練的狀況 那坦白簡單講就是 如果你之前在佳倫老師的課 在這邊我們是一個一個去問 到營隊來是我直接丟了三個 很地方很厲害的導覽員帶你們講 所以你們的工作就是要吸收那個故事之後 自己消化再把它吐出來 然後再吐給那個在地的吐出來 同學在笑 所以大概傳奇所大概會想處理的事情 是那個系統性知識跟在地知識的那個連結 那所以可以跟同學們說跟老師們說 為了今天那個 我們三月的中山大學這次的營隊 我們準備了四年 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起頭開始之後 我就把我自己跟工作室帶著學生 把我們丟到那個金瓜石的礦山去 所以我們陸陸續在礦山裡面 其實累積了四年 那這個起頭都是因為我 一開始在華泛大學兼課的時候 帶一群學生去 結果發現我不知道在地 可以提供什麼學習內容出來 讓學生可以學習 所以我這個疑惑說好吧 那我就提那個反正找錢嘛 想辦法找錢把自己丟到這裡 然後帶四年 所以我說你們這次三月的那個 如果大家願意參與跟休課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準備了四年的成果 那今天呢 其實我沒有打算把這個地方講太多 因為我覺得要保留一點神秘感 其實你們只要休課才會知道 休課之前只會知道這些 不過我還是大略講一下 大家對那個金瓜石跟水洋東 不知道要了不了解 基本上它是台灣非常具有潛力的一個熱點 因為它曾經是東亞那個採金礦 那個最賺錢的一個礦坑 那它又是台灣的那個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點 那所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談 那所以你們現在看到那個區域 我們基本上這個有光筆嗎 基本上我們這次銀隊會去的是金瓜石聚落 可是這整個區域裡面呢 其實含著水南洞 就是這裡是陰陽海 那這整區綠色的部分呢 就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那個文化地整個區域 那大家最熟悉的大概是基隆山再過來的這個九份 所以這個地方遇到最大的困擾就是九份水南洞 跟那個金瓜石灑灑分不清楚 就是大家說大家講的你講的 我們談了半天才是答案原來你講的是水南洞 大家可以體會那個差異 所以我簡單介紹就是說 在這個區域裡面為什麼會採礦 是因為這幾個猴山基隆山在這裡 這幾個山圍繞了這個山谷的地方 它的地底下都是礦賣 所以地上部你們看到文化資產流存的這個樣態 其實它是被地底的礦賣所決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系統性的邏輯 跟產業運作的邏輯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談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談那個地方創生的時候 會希望一個人不只來一次要來100次 那你來這裡還不只來一天要來100天 因為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待了4年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我們待了4年所有的內容都還不清楚 我只找到在地幾個關鍵的夥伴 所以現在確定是同學們來 我可以提供好的故事給你們蒐集 蒐集之後你們可以做一些任務的編輯 去處理那個學習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的細節 我們可以等到你們修課確定之後 我們再花時間談 因為它真的太多了 然後這裡最熱門的地方就是這個13層 很多廣告都會拍這裡 然後這裡是陰陽海 那這裡是金瓜石 這過去就是9份 這個區域大智商的樣子是這樣 那我們應對因為三天兩夜的時間 要安排住 跟那個移動的那個動線 因為我們不可能排那個導覽用走了 你知道光從那個金瓜石走到水南洞 大概就一天了吧 就三天兩夜可能要排一個月才夠 所以我們那個活動的區域 主要會是在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裡面最近有一個 大家都會聽過的 就是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 然後最近這個整個礦山 遊客最多的是韓國人 大家這個部分的內容 大家可以後續提 那不過這邊我想簡單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來這個營隊或者是 甚至是七地田的傳奇所 想要處理那個學習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大學見課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那個學生 第一個你們一定會覺得分組很頭痛 上課要分組 老師又要分組了 可是我會跟同學們說 你們要在學校的時候 就學習知道最理想的工作團隊 跟最理想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因為出了社會以後可能就遇不到 所以你們在學校裡面 要先熟悉最理想的狀態 所以你要抱著那個使命 出社會之後要去調整那個工作資產的 所以基本上會希望同學們如果來 揪團來更好 就是你們揪幾個任務 你們可以一起工作的那種同學們來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要求 因為我必須跟我在地的夥伴負責任 就是我如果今天帶來的學生 其實慘不出東西 我會被罵 就是會不說這個 所以我必須要處理一些 就是大家的共好 就是在地開心 然後同學們也有很明確的學習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是每個休課的同學是我 你的那個組員就是核心團隊 那你的別組的同學可能是參與者 這個外圍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們去三天兩夜的營隊的時候 那個外圍就是在地軍民 那在地居民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會帶大家導覽解說會 所以你們同學們會吸收很多故事 你要第一件要做的工作 就是傾聽大家說故事 然後去組織這個我們的團隊 他其實不是只有你 不是只有同學 可能你三天兩夜結束之後 發現整個金瓜石的礦山居民 都讓你有團隊的感覺 那就對了 那這個居民呢 他在導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像剛剛那個教練老師 有提到那個九宮閣嗎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 都會有人、事物、產景 那這些在地的生活的時候 會被交織很 怎麼講 像麻花一樣編在一起 亂七八糟的狀態 那是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一個外來者 跟在地居民的生活 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 以一個知識分子來講 需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會聽故事之後 加上自己的探索 然後要回到學校去想想 學校教了理論工具跟科技工具是什麼 你們怎麼去分析整理 然後怎麼做創新處理 出來再跟居民分享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這個跳過去 銀堆的內容大概分三天 第一天就是下午到 下午到的時候會做一個簡短的 我們會把大概說明一下 然後晚上安排了一個音樂劇場 就是樂壇礦山 就是在地居民會出來 用音樂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第二天的整天 其實你們就會開始 就是這天會很累啊 就是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晚上回來呢 你們就要工作 報幹工作 報幹工作 然後各一天早上就跟大家分享 理論上三天兩夜的營堆 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這個 是我們之前營堆同學們住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個人數少 我去跟那個黃金博館談到說 住在那個日式的惡靈洞裡面 他是非常開心 他晚上工作的地點在這裡 然後因為環境太好 太開心了 所有同學晚上都沒睡覺 然後所以他是很開心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導覽 有可能去進到人家家裡啊 然後那個老伯伯會帶你們走啊 那可能會有淘金的行程啊 然後也會進到在地的藝術家裡面 那個藝術家會帶你們做 都是作品的導覽啊 然後這個是之前 你們同學們的產出 之前我們操作的時候 因為是景觀建築系的學生 所以我們是書航照圖去做標註 然後這個都是工作狀態 居民的狀態 然後台大的那一場 學生的產出的作業是實境遊戲 所以一天在報告的時候 我發現是剛剛那個吳靜錡老師 有提到那個keyword 就是年輕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hashtag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營隊的時候 看到學生一直講hashtag hashtag 那是什麼 原來就是關鍵字 就是臉書那個畫景 然後後面會跑出來的東西 所以那一天呢 台大的這場 學生在整個晚上的過程裡面 整個丟出來的 是直接把聽到了故事的關鍵字組合之後 丟了一個實境解謎的遊戲出來 然後分不同的族群去操作 所以大概就是這整個介紹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一些後續詳細的部分 就可以等待大家確定修課之後 我們再好好的談這樣 以上謝謝 那這個大家早安 那我是夏浩清 那今天我們這個主題主要是智慧程式跟智慧運輸 那其實這一張簡報 9月28這個有參加這個端講的時候 這一張是我簡報之間 我大概是延續當時候的一個概念 來陳述這樣的一個活動的構想 那其實呢 我這個學期開始在學校 教智慧程式跟智慧運輸的一個最大的感想就是 其實同學們對都市的生活並不是太了解 怎麼說呢 他可能不知道其實用公共運輸 在高雄用公共運輸並不困難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智慧的APP 他可以告訴你公司什麼時候到學校 雖然說在這個運行上面 他的班次或什麼可能不是那麼的密集 可是他有一個可以參考的依據 他是改善你生活上這個很多不便的一個工具 那另外呢 我們也遇到很多的問題 包含像是這個我們對環境的不熟悉 比方說博二就在旁邊 可是很多同學是不了解博二的發展歷史的 這也是我帶著同學們出去之後才發現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其實呢都是他有很多的可能性 他就像是一個容器 但是他不是只有中產生活 他也有各種的問題發生 那其實呢 在我們這個學程裡面 還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借助一些先進的智慧科技 來改善這些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這些科技跟技術呢 是不是絕對 其實可以再去思考 因為發現問題 找到適當的工具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在這個學期開始 整個學程 這是我們這個智慧城市跟智慧運輸的整個學程 開設了這些總共有15門的課程 那裡面也是主要呢 我還是把它安排在於說 讓同學可以去挖掘問題 然後了解現今智慧城市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用的科技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向來構思我們的課程 那這一次呢 我們被安排 就是說在安排這個基地的時候呢 是選擇在台北市 那其實選擇台北市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其實這位城市最終在這近五年 是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可是各位可以發現 真正有的在落實或在執行的 其實是在台北市 有一些是在新竹市 那即使像台南高雄喊了很久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實際上的作為還是比較緩慢 沒有那麼快速 那台北呢 過去他們在這幾年成立一個 這個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那專案辦公室呢 它透過一個公司協力的方式 來去做很多創新提案的嘗試 也讓台北市呢 變成目前最多這個智慧城市創新提案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預計是帶著大家一起去看看 到底智慧城市它在操作的過程 還有它實踐的過程當中的樣態是什麼 它遭遇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呢我們會帶各位再去參觀這個文博會 那透過這個文化跟創意的這些展覽 來激發各位的靈感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智慧手段跟創意手段 來對我們目前設定的這個基地提出一些想法 當然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運用很多的這個智慧的方式來做移動 包含像是你使用這些智慧APP 來看這個公車的這個班次 或者是預約這個Uber 叫你去體驗在一個大都市裡面如何智慧的移動 那其實呢在我的課程當中 我從來都不限制各位使用手機 所以各位如果現在方便的話 可以打開你的手機 用你的QR Code 還有掃描這個上面的這些資訊 其實呢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這個台北市智慧城市 做完包含式的一個成果 2018的成果 因為今天只有六分鐘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智慧報告室其實在過去幾年裡面 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QR都看到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他們呈現了很多的成果 有的連上 OK 那在整個的推動過程當中呢 他們也把他們的整個成果整理出來了 他們總共推動了124案 那當然目前這個推動中有15案 然後轉案有109案 它的涵刮的範圍是非常的廣泛 那我們預計呢就是 來去參觀他們的一些已經完成的轉案 還有一些執行的轉案的狀況 那第二個呢 其實在這些應用這些智慧科技的時候呢 文化跟藝術呢 是構成一個城市偉大的一個最大的部分 那其實呢 在這個透過這個參與這個文博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讓參加這個工作坊的同學 可以多一點靈感 來看看人家怎麼樣去透過設計的方式 來解決一些我們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那待會陳同事長這邊可能會再為我們做一些說明跟介紹 那這次呢 其實一開始的基地呢 我們是把它設定在這個寶藏岩國際藝術村 陳如我所說的 一開始所說 我們想要讓同學 就是可以親身的去發現一些問題 那寶藏岩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那目前呢 它大概是有三個主要的空間 一個是居住空間 一個是進駐空間 一個是青年會所 然後這個是它的介紹 各位有興趣也可以連進去 一邊看一邊聽我講 那其實呢 這三個部分呢 他們在實用上 或多或少 在融合的過程當中 也是有一些衝突的問題在 或者是說 在現況的環境上面 也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我們希望透過在外地的這些參訪之後 讓同學們在這個地方生活去發現它一些問題 然後提出一些簡單的構想 來解決這裡生活上的一些現實的問題 那這是目前的一個初步的構想 那大致上我們在這個規劃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三天兩夜的課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第一天我們會去最城市 專門事 請他們做一些解說 還有一些現況的案例的這個 這個導覽 那第二天呢 大概是文博會跟這個 這個在寶藏岩這邊做一些活動 那最後呢是一個成果發表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移動到寶藏岩 或者是說這個移動到這個 文博會場 其實我們是 在這過程中 我們是希望大家去使用 所謂的智慧運輸的方式來抵達 那當然在過程中 我們會再發展出 類似像剛剛這個 杜老師這一組的這些創意的地圖 甚至說讓他們在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在尋找這些智慧城市 專愛發生的地點的過程當中 可以去繪製成一個智慧城市的地圖 等等的方式 來強化整個工作坊的這個有序性 還有內容 那大概是這樣 目前我們這個課程的構想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背起你的背包 我們一起去台北 好 謝謝大家 各位同學還有老師們 我從台北來 歡迎各位來台北 那這次呢 我是跟夏老師來搭配 來歡迎各位來台北 那剛剛我們的這個大伯 我頭還沒有你白 所以你可以叫小伯 他是懶的 他是懶的 對對對 那我是真的 在為什麼挑四月來歡迎來台北 就是剛剛我想夏老師提到 就是因為有文博 那為什麼是文博呢 其實在整個課程當中 在今年開始在跟陸老師在設計課程當中 就想說怎麼樣把文化創意產業帶進來 那這都是整個台北市想要來跟各位所談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這次當中這個夏老師提到說 在第二天我們會讓各位去探險 感覺好像是去一個文博 但其實一個探險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去探險呢 我們可能會設計很多的闖關遊戲 那第一個應該講台北在哪裡 台北就在凹谷再往北走 在金瓜石的旁邊 所以如果說你明年 今年開始都想要外走的話 那就代表說不知道學生有沒有限定說 只能夠參加一個課程 或從凹谷再往北再到金瓜石再待久一點 就是到台北了 那四月就文博當中 文博的過程當中其實就會有幾個園區 這大概一個台北的狀況 那為什麼來挑文博呢 那為什麼挑華山呢 華山是我在2007年開創的第一個園區 文博是華山的第一任總經 那這大概是華山的角度 那這裡面當然要談到幾個年代 大伯說他準備四年 我是準備了16年 因為從2002年台灣提出兩兆雙新 其中雙新就一個叫內容產業 然後到2001年台灣通過文創法 到今年開始提到說要成立文社院 這其實就是一個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當中的 其中的一個蠻重要的脈絡了 那這脈絡當中 其實就各位都是要從文化產業來看的話 你就要去了解說 那文化這個底蘊會在哪裡 那文化底蘊在哪裡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條路了 就非常有意思了 這都是你們要去探索的 華山在這裡 松菸在這裡 華山跟松菸有個什麼樣共同的關係 有一個鐵路地下化之後造成這兩個園區的 過去的鄉年 那為什麼這園區會跟鐵路有關係呢 那因為這裡面當中你們可能要去探索 譬如說光華商場 因為曾經有一條鐵路就從高雄到台北 曾經有一條鐵路從台北到基隆 那因為貫穿了這個交通當中 貫穿一個城市的脈絡 那為什麼會有文博呢 文博是利用捷運把幾個園區給貫穿一塊 否則這些當中來都是一個運輸交通的一個底蘊 所以我想這大概就是說因為他講到四年 我都不得不招生 現在要拚招生效率 雖然只有三四個人 對不對 那好 那這裡面當中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這一條鐵路地下化之後造成高架道 高架道再往地下走 再往地上走 其實都會造成不同的城市脈絡的紋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還有一個淡水 還有吉隆河 在整個脈絡當中來講的話 其實交通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脈絡 而這脈絡當然解決一個整個人化的底印 所以因此我們來看到松山 松山姑且叫做煙場 那松山旁邊還是有一條鐵路 鐵路有一個叫台北機場 不是會進那機場 是火車洗澡機場 台北機場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說在各位 如果說能夠選擇到我們這一組來 你們不要來這個探險 好 花博鎮宴館那也是跟捷運有點關係 那我想這很快來談過去 保障岩那當然它又跟水陸有關係 好 那這邊只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這怎麼跑到這邊來呢 我另外一個工作是在義遊網 義遊網是2000年成立的一個公司 但義遊網這些年都面臨到一個什麼 一個新的旅遊工具 新的旅遊工具就牽涉定位有的問題 牽涉工具操作的方式 我們可能會其中有一個短短時間 會想要帶各位去義遊網看一下說 在整個旅遊工具當中 它改變 系統怎麼去改變 怎麼從早期的 你看這97年的這所謂的網頁Portal的概念 到現在所謂的APP概念當中 到未來2020年一定是屬於 AI載具的一個改變當中 又怎麼去改變到這東西呢 那這邊只是在解釋說 從這些結構上的改變當中 怎麼去改變因為載具的改變 改變我們跟人的關係 譬如說你可以比較說 台灣大車隊跟Uber 它的這工具有什麼不同 它會定義帶來什麼樣不同的便利 好 那這又回到今天其實沒有套好 又回到杜老師這邊所講的 創新地圖創意好有意 就是說你們必須在過程當中善用地圖 又把地圖當成一個載具 來承載更多的內容 這也是我們所想講的 那這邊只是在提到說 像台北的一些地圖 這地圖當然可能你自己可以去完成 你可以找到某些地圖 那我們在夏老師下學的課當中 也會帶各位來開始做一些地圖的探討 那這些當中都是一些 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地圖 都是基本上我想杜老師 意思是所有的課都修了 你大概就會懂得一定用地圖 會創造地圖 會在社群當中結交跟那位朋友 並且一定會改變你未來的未來 因為為什麼一定是把人文跟科技跟創性 跟地圖加在一塊 那這些大概就是一個地圖的概念 你看這都是多麼棒的一個地圖的概念 好 所以4月台北見 那還有 先不要那麼快鼓掌 我跟夏老師還有一個 來一個相同的地方在花年 這是我們現在計畫的進行一個計畫 在花東縱古的一個 一個叫萬物良常計畫 我也希望所有同學們參加完之後 也許7月你們可以來參與我們在花東的一個 一個整個叫做萬物良常大地慶典 也是另外一個地圖人文探索出軸的計畫 謝謝 歡迎大家 就是各位從台北來的朋友 花蓮來的朋友 大家歡迎來到高雄 OK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我同時是老師的代表 然後也是教友的代表 也是高雄人住在這裡的代表 OK 所以這個高雄學的這個工作坊呢 其實跟各位 我想如果是社會系的同學呢 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大一的社會系 大家都會去 我們的社會系的學生一定會去做社會調查 他們會在旗鼓嚴的這些地方去選定這些題目 那在稍微就是在這個社會調查這個第一個層級的課程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有比較屬於進階提案跟實作型的課程 那這樣子的課程總共分成三個主題而共同建構了所謂的高雄學 OK 所以高雄學各位如果來參加 你們會覺得有啦 這個也是會出去玩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因為這樣子就不選課喔 OK 而且這個就在旁邊而已好不好 OK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就是今天我其實是代表我們系上的這五位 甚至是有更多的老師 代表社會學系跟這些地方組織 來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們想要學高雄學那會學到什麼這樣子 OK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喔 就是高雄是一個有海港 然後有港口有船有飛機的地方 然後它是一個歷經了不同的時代 然後甚至因為語言的轉譯之後 產生最後它現在的名字 來考試一下 請問一下如果你是什麼 什麼狀況KHC代表的是什麼 高雄CityNo 這是KHH大家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搭飛機的時候 高雄就叫KHH 請問一下高雄KHC是什麼 對坐船的時候 很厲害OK 還有如果你是包裹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高雄叫做KHC 高雄Custom OK我們是海關 好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需要跟大家來討論的事情是 我們生存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然後在這個世界不論我們 我們尤其是在我們唸大學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關切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關切的事情應該是跟你自己最有關的 然後所以在這個高雄學的一開始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去學習的一個策略工具 就是我們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17項目標 那特別我發現在2019年的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裡面 他特別選定了今年度的重點發展幾個目標 包含良好的教育 然後減少不平等 然後甚至是這個經濟成長 大家知道的地方創生元年 然後再來還有氣候行動 然後和平正義以及夥伴關係 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其實我們會邀請到 我們會邀請到就是目前在台灣 就是這位我們的這位引導師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有創立了一個 有一間公司叫做Plan B 那為什麼要叫Plan B呢 因為這個世界永遠需要一個第二計畫 因為我們一直在牽涉他的狀況之下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所以這一個所謂的策略工具 就會貫穿在這個兩天的工作坊裡面 去幫助大家去了解議題之後 然後去找到我們要請問一下 我們要為我們的生存的世界 提出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下一個世代的提案 這個問題應該是社會系列學院常常會遇到的 大家覺得富裕會比貧窮比較快樂嗎 那如果我們要去的地方 在齊津古山跟岩城 這個地方的人 有一些人一輩子很努力 然後他陷在一個人獨居 有些人一家和樂 可是他們沒有錢 那遇到這些狀況 其實各種的研究顯示出來 就是事實上經濟成長跟快樂 有各種不同 就是互相矛盾的說法 那我們如果反思我們現在念書 生活的這個地方 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這些問題呢 所以他們有一個正確答案 需要靠各位前進到高雄 然後去社區裡面把這些問題挖出來 然後你也透過你自己的所學習的事情 能夠去了解之後 然後提出一個可能的solution 所以我們的方法的部分呢 則是會在這兩天裡面 你會我們會使用這個 design thinking for greater good 你們可能上過很多 我知道現在很多學生都已經有上過 設計思考的課程 可是所謂的for greater good 就是你不再是只是思考你的產品 是不是會有人願意去買單 不見得 而是說你怎麼學會去向大眾提案 那所以這四個問題也是所有的同學 如果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去問我要做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那如果不是這樣呢 那第三個問題是 我怎麼樣讓人家覺得我這個很酷 最後一個是 那怎麼樣我才可以讓這個很好的想法 可以真正的實踐落地延續下去 OK 所以這個會是我們的方法 那這個事情我就想要 因為我們從永續發展目標開始 我就想要跟各位去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知道 就是這個所謂的地球超載日 我們已經從1970年的地球超載日 它的意思就是說 地球所一年 我們每天生活所使用的這些資源 跟這些事情 它大概在每一年 大概在幾月幾號的時候 地球的這個資源會被用完 那我們已經從1970年的1月1號 這時候起算到現在2018年 正式達到新高就是8月1號 也就是我們事實上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面 然後我們的生活的型態呢 我們在8月1號已經把這一年 我們要使用的資源用完了 那剩下四個月怎麼辦呢 那遇到了這樣的狀況 你們看卻 但是並不是 這些問題不是我們沒 不是我們單獨一個人所造成的 舉例來說你看國家 像卡達他在2月5號的時候 就已經把他們的那個所謂的資源用完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生活的型態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全球這樣子平均下來的時候 我們共同面對的這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已經超用了四個月了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 像這個剛剛說的這個hashtag 它有一個國際的campaign 叫做move the date OK 怎麼去我們怎麼去移動這個日期 把它該不會說我們怎麼移動這個日期 把它再往前一點好了 OK 那這樣大家應該都還蠻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的 OK 所以回到這件事情就跟各位分享 高雄學的這個共學群呢 到底在過去4到5年呢 在做哪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主題叫社區無狀與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是今年才加的 我也因應政府的策略 OK 第二件事情是在地安老與社會設計 第三件事情是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 那社區文創的地方創生 舉例來說我們已經建置了一個錄音室 然後它有一個電台 那這個電台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就是你可以去製作一個節目 你自己有能力去製作一個節目 如果是你可能會覺得 那我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想要談的 那你怎麼把它整理成一個節目 第二件事情在地安老都會看到這裡面 這些全部都是除了這一位以外 都是中山大學的學生 OK 那他們在那邊幹嘛 因為這個是在 應該是在前年的黑沙玩意季的時候 請問一下如果你們辦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搭帳篷 搭帳篷的時候是不是都要花很多錢 然後呢 社會系的學生在那一年 應該是到期經去的時候呢 他們在延續的其中一個課 我覺得高嶺服設計 然後跟在地工藝的發掘之後 發展到最後這個叫老年學的社會思作 那你會覺得搭這個足架子 跟老年學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這個架子叫做蒼阿寮 它代表的意思是台灣的 蒼阿寮它是一種暫時的 暫時的怎麼講建築物 那它是在特定因應在台灣的軍民 它在不屋餘的季節的時候 他們必須全時24小時 是沒有辦法回家的 他們會在海邊搭建這個蒼阿寮之後 一看到時間對了 他們漁船就開出去了 OK 所以像這樣子的建築物 其實在復刻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覺出很多海港海洋 我們不是只有海鮮文化 我們應該是屬於海洋的人民 然後我們應該要了解這些海洋的文化 那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話 則是舉例來說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這裡屋頂有個菜園嗎 可食地景 然後海鮮院當然有一個大概十五倍大的 更厲害 然後他們研究生在我們的島裡面說 他們唸paper的時候 累的時候會去屋頂上 採一個菜來吃啦 我都不相信 有沒有海鮮院的 海鮮院的舉手 你們有去採菜來吃嗎 真的 沒有 唸paper很累的時候沾菜來吃這件事情 他寫paper他不唸paper OK 他寫paper OK 所以我們有一位邱老師 邱花媚老師他就是非常專注在 永續發展跟社會創新的部分 包含校內的用電的計算啊 然後在這個地方自主的這些議題的自主倡議 所以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這裡 齊金社會開創基地 他曾經是海軍帝師造船長的機構宿舍 然後他從日治時期 其實這個地方他就一直是漁船的製造基地 那從這個地方他可以看出 整個時代的推移的時候 他的不同的任務啊 然後還有就是到現在 在跟那個附近的居民的關係 那現在他是一個中山高師大高海大 然後協力一起經營的這個空間 那我們的金生電台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要做的事情的題目 都在你們的身上 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場域 要讓你們去探索 然後我們會用這些方法 去帶著大家去討論了一些議題之後 然後能夠去產出 你認為怎麼去幫忙高雄 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的提案 OK 所以工作方法 之後我們要怎麼辦呢 依據剛剛講的這三個主題 延續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的計畫 他會展應該是說 會往下延伸到所謂的城市 是一個故事館的課程 不是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的話 他現在就有一些延伸的課程 也就是說在如果說 對你來說 你在這個工作方裡面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全台灣的 這些工作方之後 你所有一些你很想要延續的題目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課程 以及老師來幫忙你往下去發展你的專輯 或者是發展你覺得有興趣的事情 OK 所以給各位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台灣來說還是道路不是主格 它是一個我們要去前進到全世界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各位第一個練習就是從這裡想辦法到奇經去 就是你們最五月份 五月十八跟十九號的時候 學習出走到奇經去 然後回來往返個幾趟之後 你就會開始喜歡走出去了 OK 謝謝大家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 這個是中文系的學生的作品 大二 那我們有一個高雄的線上策展行動為學分的一個課程 那其實這個學生他想要表現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要離開高雄了 就是他的到達跟他的離開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大家聽得到嗎 聽得到 有看得到我嗎 有 好 我等一下會直播花蓮的七星潭 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等一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在直播之前先 大家先聽我講一下 七星潭跟回歐爸的故事可以嗎 好 好 好 我切換一下喔 好 我調查一下好了 在座 我現在看到你們喔 所以你們不要假裝以為我看不到你們 在座朋友想要調查一下 你有來過花蓮七星潭的可以舉個手好嗎 還蠻多的喔 好 超過一半 好 那我現在六分鐘開始了嗎 好緊張 那我們就已經開始了 好 一分鐘 大家看得到我的簡報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今天最後一場 那我其實也是中山大學海科院畢業的 剛剛那個上一位老師有問啦 就是是不是我們海工系的學生 真的寫paper寫到累的時候 會去我們的綠屋頂 對 是真的 對 老師我那時候寫論文的時候 我也會去綠屋頂 就是拔個菜吃這樣 好 那在開始之前想要跟大家暖身一下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投影 投影幕上面這個照片 大家看一下他們在幹什麼 剛剛路老師有幫我暖身了 我還記得我大一進到中山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就一直講就是台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 一直到現在其實這一題也一直在講喔 台灣人其實有多愛吃魚 在座的朋友如果喜歡吃魚的話 對 我知道大家都很愛吃 可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們過去在吃魚的時候 都是去哪裡買比較多 下一張 大家看一下 不外乎的嘛 就是超市 傳統市場 好 可能我們離產地比較近的去漁港買 可是我們在買這些魚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喔 去買的時候啊 不管你是去超市買 你會不會看說 欸到底那個超市上面的商品的標示 它會不會標說 欸我吃的這隻魚 它是用什麼魚法抓的 或是它是在什麼地方被抓起來的 投影幕上面這九張照片 大家看到其實就是我們台灣周邊很常見抓魚的方式 你認識的又有幾種 哪一些抓魚的方式是對海洋環境比較友善的 或是好 講友善可能大家 我們同溫層有感覺 可是大部分人其實會有興趣的是 到底哪一種是鮮度比較高的 好 我這個放在後面呢 等一下 嗯 工作坊的部分會跟大家做進入的介紹 所以魚具有法怎麼去做挑選 怎麼去跟海鮮去做連結 也是會跟海洋的環境會有關係 好 下一張我知道大家可能想要打我 因為大家應該都餓了 好 這九張其實也是大家很常見 我們台灣很常見可以吃到的這些海鮮 可是我們在吃這些海鮮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哪一些是你吃過的 你交不交得出來它的名字 下號 不好意思 繼續你麥克風可以放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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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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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得出來是哪一隻 呵呵 什麼魚嗎 嗯 看到 嗯 嗯 它的結構給大家 我看到漫波有看到 帶魚 有看到 飛魚 好 從後有海帶魚 好 海帶魚 還有勒 海帶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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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帶魚tta粥啊? 麥香魚 麥香魚 麥香魚是什麼魚 麥香魚 是什麼魚 好 有一個梗放在這個地方 回事일礦 其實我一直在介紹 到底你吃的魚是什麼魚 跟牠是怎麼來的 其實都是會跟海洋的環境有關 下張圖我要放的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吧 這什麼地方 騎鯥塔 騎鯥塔 沒錯 就是我們工作坊持最後一個地方 要來的這個地方 要來的這個地方 花蓮奇心坛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回到我的家乡 因为我的家人在这边经营在地一个水产的行业 那我来调查一下 刚刚其实前面有问大家 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人或以上 都有来过花蓮的奇心坛 好那我来问一下大家好了 你来奇心坛来做什么 之前有来过的 刚刚我举手我有看到 来奇心坛 上海还有勒 看奇心坛 奇心坛 好了应该不会说奇心坛是一个坛吧 我们之前有接过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们就说奇心坛是什么 你们的这个坛怎么这么大 我说大姐你可以喝喝看这个水是咸的还是淡的 大部分我们来奇心坛都是看海 踩石头踏浪堪日出 可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也是这一只工作坊会大家进一步来认识的 在欢联青坛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传统从日日时期就有的渔业的行业 叫做定制渔法 那定制渔法其实也是我的家族他们在这边经营 我过去其实中山大学海工系 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谈就是台湾没有海洋文化 所以我就思考说那到底怎么去把海鲜 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最近海洋的这个媒介 去串联人跟海洋的关系 所以我就2016年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中山 回到了花莲开始做回游吧 那这个工作坊其实也会带大家来到欢联青坛的这个地方 去认识在地的这一个鱼业的产业或是鱼业的文化 可是我们会有一些工作的就是工作坊的一些任务的设定 第一个会想要让大家去思考的说 到底我们其实过去我们在说吃鱼 吃鱼这个东西它怎么去跟海洋做连结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很幸运 就是刚好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是梦先老师带领大家 所以第一个议题就是思考 大家来到欢联青坛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坊 我们会开始教你一系列 包括这个地方常见的鱼是哪一些 可是要大家参加的小朋友们要想一下 怎么去连结鱼跟海洋 好再谈到下一个 大家都喜欢吃鱼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我们会让大家吃鱼 会让大家吃到就是非常的满足 可是在吃鱼的同时 我们也要思考说 在选择什么样子鱼法去捕获的 或是什么样的鱼 它是其实对海洋的环境 海洋的资源是可以永续利用的 好那再来下一个 现在台湾今年2019年地方创生的元年 大家都在谈地方创生 可是刚前面有前辈有提到 到底是地方创生还是地方创伤 所以进来到这个地方火油霸 这个工作坊我们想要带大家去看 台湾传统的渔业怎么去做一个文化的价值 跟产业的转型 这个也是希望中安大学的年轻的小朋友 可以进来用你一些青年的想法 来看看这个地方 你怎么让这个渔存变得有趣变得好玩 所以呢前面我会设定 我这边先预告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七星潭这边 你可以看到他们实际渔人作业 冲浪的画面 那这里可以看 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 在7月初的时候 那这个画面其实只有在 全台湾基本上只有在花莲的七星潭 还有虫德湾可以看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渔人他们实际的作业 他们会从岸边把塑胶鱼法推到 海中的定制渔网作业船的旁边 他们去把渔货接载上来 那也会带大家去看呢 实际这边定制渔场呢 他们在做拍卖的画面 到底我们去渔市场买的这些鱼 这些鱼饭他们实际 其实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他们就是来产地的地方 他们来这边买鱼 就在这个地方两边 所以我们实际其实去传统市场买鱼 到底你吃的鱼从大海到菜市场 它中间的流程 时间差不多了 好所以刚刚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花园鱼心团这个地方 很特别他们定制渔法 他们渔业作业的一个流程 那相信大家看到 就是鱼这么新鲜 从大海到岸上 大家一定都想说 好饿哦 想要吃一下 对不对 没错 在回游吧体验的游程里面 我们现在其实本来就有设计 就是让大家去吃鱼 可是在吃鱼之前 因为很重要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我们去透过鱼这个媒介 怎么去串联海洋 所以呢 在这次的工作坊里面 我们会介绍大家 一系列常见的鱼 好让大家来看一下好了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鱼 这是我们海科院的同学 他知道吗 这是鱼 是蓝色 对对蓝色这一支 好 跟你确认一下 是这个 是这个吗 我妈我妈就是这样 怎么有没有人知道 哎呦糟糕 小心就按了一下这样 这次工作坊里面 会跟大家好好介绍 在这工作坊里面 我们会安排 一系列花脸清晶潭 这边很常见的鱼种 这些鱼种 它不是不好吃 只是因为过去 我们大家对它不认识 所以回游报 我们其实在做 就是希望让大家去 多认识我们台湾周边 这些很常见 量可能非常多的 一些资源的一些鱼种 那会带引大家 怎么去透过认识 这些鱼种 孟显老师的专业 因为老师是那个 鱼类学的专家 怎么去透过鱼种的认识 在最重要的是 多鱼种的观察 所以会让大家 像小朋友一样去看 这些鱼种这样 抓鱼的方 摸鱼啊 去观察鱼 实际的鱼 然后最后呢 也会让大家品尝 花脸清晶潭 我这边在地的鱼种 可是在吃之前 每一个同学 因为我们前面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我们会实际进到 花脸清晶潭的鱼村里面 我们会去认识这个鱼村 它的一些在地的一些 鱼业 或是鱼的故事 所以大家需要 包装成一套 一个 对你的鱼的这道料理 它其实要有一个故事 然后到 故事的开发 到后面的料理 这是一整套 这个工作坊 没有给大家任务 那 当然很重要的 来到花脸清晶潭 大家除了看海之外 我们这个工作坊 目前规划也设定 是要让大家可以出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萤幕上这个画面呢 就是 我们跟花脸在地的 享心业者也有合作 因为在座的朋友 大家都会希望 除了从岸上看七星潭之外 我们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从 海上这边 实际去看 海上的这些大迷宫 这些定制于网 看看有没有机会 实际他们作业的画面 那也会安排在 这次的工作坊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不一样的角度 来去 去认识花脸的七星潭 那最后一张这张图呢 是放在 回油吧的这个服务的上面 那基本上 回油吧 我们公司其实是希望 透过刚刚一直跟大家讲的 食欲教育跟永续海鲜的概念 去串联我们的 不管是体验的活动 这是大家工作坊要来的 或是我们鱼业的知识 还有很重要 就是像水产的贩售的这一块 那这是花脸的七星潭 对 这个是照片 等一下会让大家实际看一下外面 因为我现在其实在简报 就是空间 就是你们都会来参观的这个大教室 那工作坊的部分 我这边先透露一下 就是因为这五场工作坊 我们其实都有做 就是任务的设定 那在七星潭这个地方 我们要谈的是海洋的支援 所以在各位同学选填的时候呢 好 上面可以看到 这几种鱼 就是在我们花脸七星潭 这边很常见的 那在工作坊的问题的填答的时候呢 我跟孟宪老师也有开出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先偷偷提示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先上网 对找一下资料 认识一下花脸七星潭 或是台湾东木海域 这边有哪一些鱼种 那假如说呢 你可能有一些问题 或是比较难答复的呢 你也欢迎可以上 我们回游吧的官方网站 跟粉丝专业 我们其实都已经把答案写在上面 就是同学只要做一下功课 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花脸七星潭这个地方 很常见海洋支援是哪一些 后面一系列的工作坊的活动 跟真精彩的活动内容呢 也会欢迎同学可以来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就学好要看海吗 哦好啊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可以拔海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 好好哦 现在我现在教室 我现在移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教室的外面 其实就是花脸的七星潭 今天海非常的美 直播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高雄天气好吗 还好 你超好吗 有 有哦 对 这是今天花脸的七星潭 非常的美 可以看到栩栩的海风的声音 好 欢迎大家等你们 期待你们来 谢谢 谢谢 éééé Hm MORE m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